接下来他这边讲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模型弄出来呢? 网络的就不用讲了 他有讲一些说你怎么去做Mapping 那我们就不花时间 然后接集我们也不花时间 我一定要讲的就是 关联式的资料库的模型 所以我们讲说资料库的模型 你要从ER Diagram 是跟这个资料模型不相关的 逻辑概念上面有网络型的 不care 接生式的 不care 关联式的 还有non-SQL 就是用non-SQL 这种模型都不太一样 它本身资料跟资料结构是绑在一块的 所以这本书的重点就是关联式的 这边我们同学可以自己参考 我都会把它调过去 我就不讲 因为实际上也没有你在用这个 所以讲的也没有用 比如说这个讲到关联式的资料库 关联式资料库里面的一些资料结构 因为我们就是说 逻辑的这一层呢 就是要描述资料结构 然后这个是网络型的资料库 然后怎么去安排网络型的资料库 我们都把它调过去 那另外一种叫hierarchical的这种资料库 那一样我们也把它调过去 那重点就是这个 关联式的资料库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资料库 应用程式呢 会使用这个Maria TV 或者是Seql 来完成 所以我们用的就是 Relational Data Model 那Relational Data Model 其实底层就是很多数学 这个是在1969年 这个Ager Frank Karp 这个博士 他在IVM认知的时候 他提出来的这个模型 那关键是呢 资料库模型呢 是建立在数学的观点 relation里面 那大概我会举例 这个你的资料库长这样子 然后它的relation 到底长了什么样子 那在这个70年到80年代 他持续发表了非常多 有关于观点是资料库的相关论文 后来就变成主流 所以他在81年的时候 到我们的志工系的奥斯卡奖 就叫Tuning Award 应该不是Tom Scott吗 瑞典那个叫什么奖 瑞典主办哪个 我们的脑子有点不灵过 瑞典那个 有什么合理奖 那叫什么 诺贝尔 诺贝尔 对 这就是我们诺贝尔的奖 的志工系 Compute Size 不列在诺贝尔奖里面 所以我们的Tuning Award 就纪念 美人Tuning 就是那个 吃了一口毒苹果 死掉的那个人 好 那 资料库的模型 relation的资料库模型 基本上就是要表述资料解构 你刚才有看到我们这个什么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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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资料库 这个 资料库的这个 资料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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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个叫relational calculus 来说明说 你select one where 它到底变成数学呢 是哪几个步骤 那这几个步骤呢 就会有相对应的软体 可以来帮你实作 所以呢 它会产生一个执行计划 Execution Plan 所以你下了一个select one where 或者你写一个create table 它就会转成relational algebra 或者转称relational calculus 这样 那第三种就是能够去描述约束 描述一些限制条件 那目的就是要维护资料的完整性 因为你的资料如果说被 这个 就弄脏的话 就变成garbage 那你garbage的资料去做处理 得到的就是garbage in garbage out 所以呢 它要确保 你删除的时候 不会把那个必要的资料 也把它删除掉 你要去更改的时候 有没有还是维持这种 这个所谓的资料的完整性 完整性的这个限制条件 到底有没有被满足 确保资料的租存 都是一些合法的资料 那有哪些约束呢 最主要的有这四种 一个叫key的constraint 一个叫entity的constraint 一个叫domain的constraint 一个叫referential的integrate constraint 这些constraint 都可以透过我们sql的命令 叫schema-based 我们在下schema的时候 就是用sql的命令 可以加以约束的 叫schema-based 这种constraint 就可以达到这样 后面再详细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有些东西 这个约束 我们直接在下schema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了 举例来讲 这个就是一个primary key 就是说我们现在设定 某一个词 是一个primary key 那primary key的话 它自动就保证 你每次insert的时候 它会去检查 它是不是唯一的内容 我们在做login的时候 你如果说已经有一个email address 已经在里面了 那么这个email address 就不会让你再加入 那其实就是一个约束 保证你的资料是合法的 只要是那个约束 那么你要新增三组修改查询 查询可能就不会产生任何的违法 在新增修改三组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违法的事情 那就要保证这个违法的事情 不会发生 那另外的话 有些是没有办法 用SQL命令去下这个约束的 那我们可能就要用额外的方式去做 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check的命令 check就是说你加入这笔资料的时候 你检查看看这个有没有违反 违反这些规范 那这个叫做语意的 这个语意或是商业逻辑 加订的这些约束 那在什么情形 比如说我们ATM ATM早期是没有约束 你能够领多少钱出来的 像ATM每一个最多就是3万块钱 每一次提款最多3万 每一天就是每一次最多 每一天如果没有约定账号的话 每一天就是10万块 那这个是一个商业规则 因为有些人被钱 就是一次就被领光光这样 那如果说你每一次 每一天最多损失10万 那么可能马上就发现 那可以去把这个钱追回来 你的损失可能最少 那这个是因为我们台湾 我应该说全世界 就是都有一些 这个商业杂欺的一些行为 你的钱会被骗 你会被这个金光板骗 那所以呢 他就做了商业方面的约束 那这个叫做语意 semantics的integrated constraint 那我稍微把这个也讲一下 key constraint就是paramate key unique key unique key 这种 constraint entity constraint 就是说它是不是实体 是不是no 或者是non-no 一般实体就不能non-no 尤其paramate key 你不能no domain constraint就是它的行别 比如说是整数的行别 还是自传的行别 这样 这就是属于domain的contract referential integrity contract就是指 我们刚才有看到 这关联的这种约束 比如说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教授编号 那你这个一定要在教授里面 真实的存在 你才有办法 这个应该是你有教授编号 如果这个教授编号在这边找不到 你就违反了 这个参考的约束 对不对 你说你开一个课程 这个课程 不在这个课程表格里面 所以呢 也违反了 这个 这个 参考的 这种整合性的约束 这样 所以大概就是这四种 referential integrity web can turn to these 南部面有中文